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一段他们两个人的直接的对抗也比较多 在接连的两年个人赛当中都是郑维彤淘汰了赵欣欣 特别是去年大家已经知道了郑维彤顺利的蝉联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团体赛他们两个人遭遇战怎么样 红方赵欣欣采用的是当头号 然后郑维彤采用的是屏风马 然后红方上是 这个骑兵呢也是赵欣欣呢比较喜爱走的开局 然后黑方马二进三 红方居一 黑方向三九 这儿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中炮直居 中炮横居七路马 对阵黑方平路马 补三项呢这么一个基本的布居定式 接下来红方走居一屏四 居一屏四的作用呢主要是防止黑方马七进六 以后呢打算呢再徐途进去看看黑方的应手 对 老普是不是还有有人走居一屏六 我看我们女子组有人还会下这个居一屏六的这种做法 居一屏六呢最主要是黑方就可以马七进六了 这个马跳出来以后呢 应该说呢红方呢不太利于展开先手 所以说现在的选手们大多数都是走居一屏四 先控制住马七进六 对 然后将来呢红方可以再逐步的展开左翼的子力 这个这个布局呢 黑方呢有多种选择 其中呢有老普世十四进五 还有炮花瓶九 本局当中呢黑方采用的是左炮金二 这招棋的特点呢 就是准备呢来走足三级 把三路马呢这个活动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呢 这个布局呢逐步的流行了起来 这招棋呢主要的好处呢 也可以说是防御当中的私机反击 是属于这个稳健派的这种走法 四四进五是容易导致激烈的激战 炮花瓶九呢是含有呢拉长那个战线 变化呢应该说比这个 这种选择呢会更加的复杂激烈一些 不过它炮花瓶更明确一些吧 就能直接对上三兵 把自己的这个三路马的这个问题给解决 嗯它主要是活动三路马 想在这个局面当中找到一些平衡 那么接下来红方走炮八瓶九 炮八瓶九呢也是红方呢 这个经过的不断改进的这个走法 老式的招法呢 有走这个马七六的 那么黑方就足三级 另外还有一个兵五级 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兵五级 这呢就是黑方的主要有两种走法 一个的他是想继续拱过中路 就走十四进五 然后你马三进五 他再对兵 你要打开一下鞠呢 他就把鞠呢让回去 尽管黑方的鞠呢退回去了 但是红方这个中路的攻势呢也削弱了 另外还有一路变化呢 就是黑方呢 直接对三族 对直接走足三级 对 就是黑方呢也能找到呢一些抗衡的这个手段 因为毕竟黑方呢 子力呢 对这个中路的掩护呢也是比较结实 对冲中兵的话太直接了 他实际上是选择平鞭炮 对冲中兵呢 还是比较复杂一点 也有不少棋手呢曾经采用过 泡花瓶酒呢也属于正招吧 赵新新呢应该说对这个阵势呢 还是比较熟悉的 我们看他研究的这个成果 接下来黑方出居 红方出居 黑方呢还是按照计划 对三族 对三兵 这个三族呢 这个也就说黑方呢 作战的意图呢就是想 对到三族以后三老马走活 然后这个自己的旗的弱点呢 就无形当中呢消解了 然后红方呢也抓着这个机会呢 就是不走轻易对兵 走居八禁四 双方呢就是在这个阎河一带呢 形成了这个对峙之势 当然黑方这个旗呢 不宜久战 对 因为黑方现在走泡花瓶一也不好 因为右翼将来自立空 对黑方这个三兵 这个问题肯定要尽快解决掉 如果你不是呢就太缓了 红方有可能有兵三禁一这种 抢先的四兵见面这种手段 所以黑方现在要迅速地处理它 就是走足三禁一 直接换掉 对 然后红方居八平七 黑方接下来走马三禁四 张老师这旗是不是 可以考虑马三禁二的旗 马三禁二呢这个旗啊 就是防止你马七禁六跳上来吗 偏离了这个中心 这个旗红方呢 有一个最简洁的这个走法 就是红方居四禁五 哦 禁居 对 那黑方补一手势 对 你走什么 对 都挡不住他炮五金四了 哦 打中兵 对 你四次进五 红方就炮五金四 这儿红方可以强夺一个中族 就这个旗呢 我们大家看啊 就是右翼 就常常提这个问题也非常好 正好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黑方右翼这个居炮马 在同一条线上 嗯 他这个整体的布局来看呢 这个缺乏也没感 那像一个啊 一条黑线 对 他呢就是说的这个 所谓这种协调啊 高低配合呀 好 太单一了 不容易展开子力 对 所以黑方马三金二呢 是一个不明显的坏起 最主要脱离这个中心 他没有掩护到这个中路 尽管你有七路马保护中族 但这个象棋啊 这个跟国际象棋这个原理一样啊 也是讲究这个中心作战 特别是在中炮类的这种布阵当中 对 那骑马炮这一条线 这个 对 他偏离主战场 是的 黑方马三金四是正常 所以选择马三金四走法 那么走到这儿呢 就是红方呢 有两种走法 第一种走法就是 走狙四平八 平狙呢 吊住黑方的这个 二路的狙炮 但是黑方呢 也可以呢 通过这个运狙呢 来解围 他走狙八金一 将来可以狙八平二在连上 如果你这个时候走炮九金四的话 大便宾 对 这个前人都走过 黑方可以走狙八平一 来捉一下你这个炮 因为恰好 红方这个炮啊 没有特别 合适了位置走 对 那红方是狙七将二吧 对 然后黑方可以走马四金六 这儿红方呢 这个右马受控 也就只好呢 去打这个中族了 炮大中兵 对 打中族呢 黑方就可以把它交换掉 那形成双狙双马 对双狙双炮的气 对 然后黑方将来呢 还可以走炮花圈 两个炮在连上 那个二路狙就可以开出来 那红方少两 黑方少两个兵 也没有关系啊 这种骑士 通过这个转化 黑方两个马 换到黑方的两个炮 嗯 兵种上呢 应该是双狙双炮呢 比双狙双马速度更快 对 啊 利于这个攻守 嗯 最主要是红方这个两个马呀 暂时还没有跳到特别好的位置 对 所以多俩兵也没有关系 对 事项呢 不整 就说少两个兵呢 红方还是略微的呢 便宜点 对 但是这种优势呢 非常的微弱 黑方呢 可以利用这个兵种比较强的这个特点呢 取得呢 这个基本的军事的局面 嗯 这个棋呢 是以往的棋手呢 曾经下过啊 也是大多数呢 以平稳的这个功夫战 啊 合棋的几率呢 也比较大 那赵兴兴呢 当然可能是比较熟悉这些变化 所以走到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采用了 一路呢 就是变化呢 较为激烈的这个走法 他走兵三级 在这个对兵 这儿呢 继续在河头上呢 与对方的这个来争抢这个先手 那黑方这个棋 七路足 他也没有更好的保的办法 对 还不如就实战这样的对兵 对 他接受这个对兵 红方走狙四平六 如果狙七平三呢 对 我也是随手 我觉得这个对兵肯定很正常 要吃兵了 如果狙七平三吃掉这个足 黑方呢 接下来可以走炮二平四 好 这儿黑方 这个位置就比较结实 对 以后呢 可以比如说补一下视像 或者狙八进三 总之呢 这个河头马啊 他横竖都有炮来掩护 红方这个棋呢 要想这个进一步扩大这个战果呀 应该说是比较吃力的 对 所以这个变化呢 就是说黑方这个阵型 工整啊 子力协调 嗯 红方的不好进取 对 所以赵欣欣呢 这里呢 就说的 他还走得啊 比较有动感 他不给对方呢 这个协调的机会 他先是居四平六 先捉一下马啊 看一下黑方的这个应手 那走到这儿应该说 对黑方呢 就比较有考验了 这个棋 走到这儿的时候 选择还挺多的 对 也可以马四退六回来 看上足 还可以下兵 什么炮八平七 马四进六啊 什么都 还有项目近七 对 项目近七怎么样 太太你感觉 项目近七 从就是从赶 棋赶上讲吧 觉得太飘了 这个阵型 以后人把兵吃完 你还有再补一个项 不过这个河头马的位置 倒是保住了 对 实际上呢 这里边这个飞项呢 也是一部呢 独具匠心的好骑 是一部好骑啊 那人家这个吃冰 吃他炮八平四打几鞠吗 先打鞠啊 他就是为了 如果飞高项 就是为了争到炮八平四这招期 所以这个招期也可以考虑 你如果吃掉它 它就炮八平四硬打你 先拨摩打 如果你炮八平六 你也来强硬的 他马四进三往里跳 跳进来 对 你这个棋可能还要拘 逃啊 对 拘了平四先走开 那对方呢 可以啊 强硬的制御招式 就是拜你这个相吃 如果你吃掉它 它飞你是先手 将来它这八路炮呢 有平炮 这个向右翼移动的 来攻击你的这个手段 对 那红方这边压力还挺大的 就是黑方这也是一种下法 也值得呢 进一步研究 就是黑方大致呢 就可以这么走 这是一种呢 可行的这个走法 另外呢 就是黑方还有一种 看上去也能够接受的这个走法 就是直接走足七进一 因为我的马暂时呢 回呢 这个还是最好不要考虑 对 回去可能还要再被人家捉一下 对 捉呀 这个什么炮的金四 它都是先走 对 那么这个马回到那个位置并不好 就可以考虑与对方呢 进行这个转化 那红方这个骑肯定也不能再逃马 逃马了 也是落后手 对 红方也就只能这个交换嘛 吃掉 吃掉 那么黑方可以把它吃掉 那这儿的局面呢 就是棋局呢 又比较平稳了 对 红方呢 单纯要想消灭这个族呢 暂时还灭不掉 他要利用这个先手 对 他这里边有一个战术 就是走炮击平巴 平炮打击 对 从这个局部战术上来看呢 炮击平巴呢 是一个比较精准的打击 那黑方这个局 是也只能 鞠二平一回去了 对 鞠二平三的话 你就上当了 这个很简单 鞠七净五 一吃鞠 鞠六击二一桌霜 这样丢子 对 平炮也不行 被红方 对 马七净八 也是红方呢 肯定是优势 对 所以就只能回居 鞠二平一呢 是看上去呢 北区似乎是有一点 但是也无关大碍 因为毕竟红方这个炮呢 也是白走一步棋嘛 对 然后接下来红方可以走 鞠六击二 鞠六击二 黑方这个地方呢 既可以炮射进四 也可以炮射平一 那如果炮射平一呢 炮射平一也没什么问题 对 就说红方 早晚要把这个足捉回来 对 那黑方可以平足 这样就能交换 对 再拱 然后红方再打 黑方呢可以保住 或者要再简单一点 就直接对这个中炮 这进行一系列的大患子 对 当然说黑方如果想保这个足的话 因为黑方这两个居的位置不好 黑方也可以先拱八进三保住 然后以后根据需要再走跑八平 对 这个其实整体来看呢 红方仍然小优一点 但是呢 这个由于黑方呢 这个阵型也比较结实 也应该说问题不大 对 总之呢 这里边有黑方有多种选择 所以说红方啊 这种走法呢 也是对黑方的一个考验 就到底你临场当中 怎么去应对 那么郑维彤呢 在临场时代当中呢 应付的呢 就有了一些问题 给了这个红方呢 可乘之机 那到底黑方怎么应的呢 而红方呢 又是如何进攻呢 我们稍后呢 再继续给大家讲解 实战当中呢 黑方呢 选择的是马七进六 这招期呢 应该说呢 不太好 最主要的是呢 这个中族呢 这个试根 而且这个七族呢 也被对方呢 这个顺利的这个追回 对 所以这招期呢 应该说 我想郑维彤在赛后呢 应该是比较后悔的一招期 因为 他可能是太想保住 这个合同马的这一个 对 骑行 这个位置呢 看起来是不错 但是这个整体的这个阵型啊 还是有一点 虚浮啊 红方 先炮金四 叫一下 黑方选择的十六进五 十四进五 他怕这个七路局 将来对他有牵制 因为红方现实的呢 就有一居六瓶八 对 因为这个砍炮 他可能觉得要吃一些亏 他选择吃六进五 那这招期呢 还算可以 让红方平均吃病 对 那么黑方呢 是终于争到了这个炮尔平四 我们大家看啊 嗯 黑方虽然争到了这个炮尔平四 但是呢 你这个中族丢了 对 而且给红方一个中炮这种攻势 现在呢 红方居六瓶二 这个居呢 居不了是一个先手 因为要砍炮 白吃炮 因为底下 这个瞄着的是沙旗 黑方呢 这个很无奈的情况下 又马六退旗 也是当前呢 这个正手吧 那接下来红方 往退炮 对 退炮 这个地方呢 这个棋局呢 这个进入中局的作战了 虽然说黑方呢 这个六大子都在 但这个棋应该说是压力还是挺大的 这个位置啊 就是整个来看呢 就说红方还是处于 对他有这个潜在的这个攻击力 所以黑方呢 现在先选了一个马 四进三 他先往里这个跳 他是准备下步棋 还有一个G二进七 捉的这个反击 主要他也想G二进四 赶紧捉这个红方 他可能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炮九进四打 我正好要G八进三 这个G我也长起来了 是个先手 将来我还有G八平虎 然后我还有G二进七 将来这些手段 对 但红方呢 当然是没有走炮九进四 红方呢 他就选择了马三进四 继续对黑方的这个左翼 再施加一些压力 那么走到这儿呢 应该说黑方呢 这个临场呢 就是到底怎么选择 应该是确实也比较为难 当我们看这个队局的时候呢 我觉得呢 还是黑方 这个时候不如就马三起 把这个炮换进去 进行换进 那这个也放活了 胡方这个七国马 但是毕竟呢 这儿呢 黑方的压力小一点 对 比如说我们在考虑 这个时候走G二进三 然后将来在G八进三 这么去防守 就是说的形势肯定是略亏点 但是呢 这儿下呢 可能这个 回旋的余地呢 还是要大得多 那他临场呢 他走了一个G八进三 这招棋呢 这个即便动区 考虑应该都二居 可能这个郑微彤啊 对这个布局呢 准备的不是很充分 临场呢 这个迫于这个对方的 这种咄咄逼人的 这种攻势呢 这个在防御的方案当中呢 选择的呢 就不是很恰当 因为他可能呢 当时过高估价 这个G八瓶六 抢类的这个先手了 对 他沾上类以后 G六进一啊什么的 对 但实际上呢 被洪方炮酒推一走呢 这个齐呢 黑方呢 这个压力呢 不但是没有松透 反而呢更吃紧 对 黑方 实战也是G八瓶六 平居 洪方炮酒进四 也有可能呢 当时郑微彤觉得 走上这炮八瓶六 对 似乎挡住了洪方 这个先手 但实际上呢 通过下面这个 精巧的这个转化呢 这个赵新银应该说 这个旗下的很清楚 啊 这个 闪展腾挪之中呢 就是 比较轻松呢 就取得了这个优势 这个地方呢 就以吹为尽 对 他这个马斯退伍走得 真的非常好 对 他不走这什么其他的 炮四平三啊 对方有什么这个 抓炮啊 G二斤四啊 G六平五这些手段 红方呢 觉得这个中炮 反而还 受攻 受牵连 对 然后黑方正好把这个 这边的压力给解决掉 这期黑方也 好像没有办法 这儿最主要的 就是黑方这个 三路马呢 就是说的 潜进了很多步 被红方逼对以后呢 这个黑方对红方的压力 没有了 并且红方的子力呢 左马也活了 双鞠也鸣了 对 这个四炉炮呢 还可以在底下 随时在这个运作 所以说这个期呢 应该说黑方的这个 形势呢 就是越来越被动 那现在打着军呢 也没办法 黑方鞠 只能鞠战中 六平五 红方正好兵五级 这个马躲开以后 正好中兵呢 又跟了 对 那么黑方呢 也很为难 那么 这个马也不能退 退的感觉也不对 所以黑方呢 就接受这个对马 红方向齐进了 这个红方 各个阵型都很好 子力位置也很好 对 而且多个中兵 黑方现在 这是挺难下的这个棋 对 就是黑方呢 走到这儿呢 应该说不容易找到 特别这个理想的 防御的这个招法了 对 所以郑维同呢 这个犹豫再三的 他选择了一个G2进3 除此以外呢 也可以考虑呢 就是走G2进7 先抓一下 先捉一下 嗯 这儿红方也必然要走 炮子机 因为你马进入走不到 它杀是中向 这儿红方 进炮以后 黑方再退局 先打个过门 对 让你这个炮多走一步 多走一步 你将来这个横向移动的机会 就小了 对 正如这个赛后呢 这个 我们看到那个 随后的变化 就是红方这个 好像有一个G4平气 也比较厉害 对 红方后来这个炮 他直接G2进3 其实红方这个时候呢 还有这么一个打击 就是炮4平3 也很厉害 那逼着黑方向 马7对9 对 红方再跳入马 或者炮3再平起 平这儿 对 平在这儿以后 也很厉害 那设计当中呢 赵欣欣呢 也没有采用这些手段 对 他也直接就跳入中嘛 对 他直接马7进5 因为就看着马5进7 这个好点呢 红方肯定是能抢到了 对 那黑方实战呢 他又进了一个局 他又进局 那红方就进马 黑方走退底炮 对 炮了一退4 因为这个炮在待着也没有用 红方接下来走G2平3 在盯住这个黑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黑方呢 确实呢 形势比较难下了 对 红方现在各个大子的位置 已经站好位置 对于这个防御呢 可能还是走炮流进一 稍显顽强一些 但是红方也有去 就在这样的逼对 对 如果这个棋 黑方还有一种策略 就是扬向 红方局3加2 对局的时候 对方有一个高向 跟你扣住 这样呢 就是不让红方这两个局呢 通过这个对局以后 能够必然的抢到 逐林线 对 但红方对调以后呢 他正好有这么一个别 正好是一个炮 四进五 走到这呢 他有一个炮武器 打向的这个手段 黑方的这个棋呢 还是不好下 还吃了这个向 黑方有一15军6 就是强行调害 但是红方可以泡四瓶酒 继续吃兵 这儿红方呢 是像虽然吃不到了 但是他又形成多兵 而且红方这个位置呢 是比较稳固的 所以这种多兵的优势呢 就是使得红方这个 也正在向盛势呢 逐步迈进 所以这个棋 黑方向西进九 也是比较痛苦 那可能相对来讲 炮流基因会好一点 那红方强占 也会强占到局的架 对 那实战当中呢 这个黑方呢 这个 确实也比较难下 那他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走G2平6 G2平6 红方可能也会把炮掉过来 炮四瓶八什么 炮四瓶八我就再过来吧 再举这片吧 然后再拦住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可能相对来讲呢 像金金九能够保证这个棋呢 阵型更工整一些 但是这个就是少兵 因为红方有一个卡炮 一扬是他在打兵 那可能炮流基因会稍好一点 炮流基因的话 红方可能也要聚参加 你对调 这个棋他也比较尴尬 因为这个 你这个打局吧 也不厉害 他就可以让一下 主要这个合同马太厉害 对 他将来这个马七瓶八比较厉害 你打一架他职个室 你私炮 他将来老帅还要出来助攻 对 而且这个花式像 这个炮四 这个瓶过来以后很厉害 或者红方呢 聚参瓶酒桌炮也可以 他也是个先手 那吃个底下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后续的招法 那可能就聚二平六 聚二平六呢 他又感觉也是吃亏 对 这个时候呢 就是红方又多兵 这个合同马又很厉害 所以这时候黑方已经很处于坚守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这张聚五平六呢 肯定是更不好 对 因为这个平居以后呢 被红方抢着这个居三进二 等于这个黑方清客间的这个气就崩溃了 对 红方开始平居的时候就是为了要聚居 如果你要是对居的话 红方吃过来 现在红方有炮四平三 有马七瓶八 有多种这个占优的手段 如果你炮六进一的话 我也可以可以马七瓶八 还有多种手段 我还最简单的啊 这个B队你都受不了 然后这样换掉 对 你看你打掉 我一吃 又 我又吃炮 我又吃底下 就这个气 黑方也是换不起了 所以说 红方的位置都太好了 对 这个气就是黑方呢 这个被红方聚三进二 这点一抢上以后 这个气就轻刻间呢就崩溃了 对 他他也不能换 他就长血居了 对 赶紧吃这个中兵吧 对 接下来红方走了一周 很凶的这个造法 对 这个可能当时 黑方呢也忽略了 红方这个杀手锏 他走了一个炮四平期 这招的气啊太凶了 就看着黑方 这个马七瓶八这个 往里挑货槽 又叫门工的这个手段呢 黑方已然是防不胜防 就是黑方怎么守 已然无法抗拒这个马七瓶六的这个杀招了 对 那么黑方无奈当中呢 走了一个炮流进三 对 红方依然进马 这个中炮啊 这个卧槽马 这个攻势太厉害了 对 这也没办法 这赶紧 黑方pose平三 对赶紧平炮 红方 挂脚一僵 黑方也只能走出架 所以说呢 大家看到这里呢 也就知道红方呢 这种优势呢 已然的顺利呢 转化为盛世了 对 因为这个马七瓶八以后 硬挂脚就形成了这个得子的 这种优势 对 这走法还挺巧的 对 正好吃一个子 吃掉 因为你不能支支 它聚在平四 这个披僵就披死了 对 那你这个炮呢 闪呢 也没有好位置闪 你闪 它还可以先砍你一个像 对 再来暗含着聚三间 砍像的旗 总之黑方这个旗呢 这个阵型呢 已经凌乱了 对 实战就赶紧过去 先杀了一部旗 当然这好像 也不是一个 对 就是先威胁一下红方 嗯 这条旗呢 反正就是 黑方可能时间也很紧张 对 这个 先走一步再说吧 因为这个旗 他守也守不住了 那么红方又很简单 他把这个底巷再砍掉 正好是一个八脚马 对 你落掉 他狙再吃 你老叫上不来 这个 这个杀法还是挺精妙的 嗯 嗯 那么最后 红方是走 红方是聚三平二 潜聚平二 嗯 他这个势都不要了 实际上红方也可以补一招 啊 对 但是红方呢 看到黑方已然 没法阻挡这个禁局将 嗯 对 因为你砍是一将 他也是实战 他也是将一局 对 将一局 他上将 对 因为你除了这将以外 再也没有将了 对 没有威胁 这个炮在这还可以将啊 什么的 对 这个没办法阻挡 在这也不行了 你将上他又反将你 对 他也是先把你杀住 对 所以说走到这儿呢 红方已然是胜券在握 那么最后可能黑方时间太紧张了 这个炮随便走了一幕 被红方呢 就是拘于将 将死了 对 这形成这个双局错 嗯 这盘棋呢 我觉得这个赵新西迎在 还是对布局这个 啊 理解 还有在这个赛前的这个准备上 对 而郑辉同呢 面对这个布局呢 这个中局啊 硬的有一些的迟缓啊 最终呢 这个吃亏 最终呢 没有方向感 哎 败他阵了 应该说赵新西这番棋呢 杀的呢 还是比较精彩的 嗯 那好 各位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朋友们再见 再见 下期再见